字幕秇徐 來歡迎回來五峽世界 今天我們來講一個非常重要的攻略 跟大家息息相關 在已經走勢三等之後 絕對會面臨到的一個課題 那就是我們所有武學精進的一個點法 今天我們來點評一下 因為在目前來說官方已經開放到100級了嘛 那90級到100級中間呢 我們武學是可以做精進的 因為在你93級之後啊 每升一等的話 他就會給你一個精進點數 到100級的話總共會有10點的點數 那每個武學總共有三種不同強化的途徑 那你這10點就是可以讓你自由分配在這個 看你喜歡用在哪一個強化途徑上面 那如果你要點點數的話呢 你是需要潛能的 那如果你是老玩家應該都不用煩惱了 像我目前從開服玩到現在啊 5400多萬啊 這如果是台幣該有多好 那如果你是新手玩家這個可能比較少一點的 所以你可能要 常刷怪或是常刷副本啊 去斬這個潛能 初期的話潛能真的很缺 到中後期開始這個就會開始沒什麼用了 因為所有武學都學完了啊 這個就沒有用了 那目前來說很多人就是在猶豫到底要怎麼點啊 包含我自己在內啊 因為很多武學我自己都還沒有點 那因為真的弄起來真的有點複雜 因為每個強化途徑其實都差很多 那有些武學可能偏重輸出 啊有些偏重防禦啊 有可能 有一些可能是兩個都是 然後你還要再搭配一下角色的一些使用性 因為每一個武學 在每一隻角色上面的使用性都不太一樣 像無瑕棍 那你在可能在那個就是老生那邊啊 你可能是防禦型 但是在我三哥這邊 他可能是屬於半攻半坦型 所以每一個武學的點法跟 跟你角色會有關係啊 所以每個人大家點的可能會不太一樣 不過今天沒關係啊我大概會整的 算是網上就是一些大佬們的分享啦 包含我自己的一個經驗 那今天的話呢我們先來評比一下 我們今天來先評比野外的一個武學 那那個因為自己主角的門派 有一點多啊這個 有一點多 而且還比較不熟啦 因為像林月啊我這輩子都沒玩過嘛 那天刀是真的很不熟 其他比較熟的還好 所以主角的一些門派 包含我們的那個勢力的一些武學 下次再評比 所以今天花了點時間啊幫大家會整的 所有野外武學內功 包含輕功精進的一個點法啊 推薦給大家 那這個會整的話 最主要是很多路版的一些大佬們 有分享的一些使用心得 包含我自己使用的一個狀況 然後大概評比一下 那我個人覺得比較適當的一個點法 然後推薦給大家 這個不一定正確 因為每個人使用的狀況啦 記憶體啦 包含你個人角色使用的武學 那這都會有一些差異 那如果你有更好的一些想法 或是你覺得這個武學不應該這樣點的話 也歡迎留言分享 大家可以一起來交流一下 那如果你點錯也沒有關係 因為這遊戲很貼心啊 它有重修的功能 你只要有月曆都可以重修 那重修基本來說就是你隨便愛怎麼點就怎麼點 所以這個 這個點法也不一定一個正確 因為沒事改版之後 它可能你的點法就要重改了 那你隨時都要保持好 你有月曆的話 你隨時想改都可以改 好 那我們今天就快速來看一下 我們所有野外的一個武學 那先從劍法開始 那先講五月劍 五月劍就不用講了 沒什麼意外啊 那就是金金二全部拉滿 因為五月劍最實用的地方就在劍之九竅 存好那五個buff啊 直接開大絕 那你能越快開大絕 你的優勢就越大 所以它的那個金金二真的很強 它可以額外獲得那個五月劍式 所以你的開大絕的頻率會比較高 然後你的那個速度會比較快 所以五月劍的話就是把金金二拉滿啊 其他方法不考慮 那錫子劍的話有123個 一個是加增傷 一個是加破招 一個是加這個東西 那我個人覺得啦 自己那個使用錫子劍真的用超久的 我姜哥用錫子劍用了一輩子 所以我個人覺得我一定點破招 把一一全部拉滿 因為錫子劍不是為人詬病的 最討厭的遇到的狀況就是被閃避跟招架 他的那個連招完全出不來 傷害完全出不來 那所以錫子劍一般來說啦破招是很重要的 你能破別人招架 你就把那個連招全部打完 所以我個人是蠻推薦 精進一把拉滿 然後再來是回風五六劍 一般來說的話 都是點精進三啦 他那個殺氣局 後面可以連招 傷害有增加 最高25% 這個連招打起來 跟那個星雲劍一樣 真的很爽 所以回風五六劍的話 推薦是精進三會可以拉滿 那再來是韓系劍 韓系劍的話大概有分幾種 一種是吃斬之後呢 可以回復兩個劍器 那一個是什麼冰冷 然後一些東西 然後再來是可以解負面狀態 韓系劍是目前來說 武道來說 前排反擊劍的一把手 那他的最實用的一個狀況 就是他要斬劍器 他可以把他施放出來去反擊 讓別人連普攻都無法普攻 所以韓系劍最實用的是 在他有劍器的狀況 所以我一般來說 應該會把精進一全部拉滿 這個精進一拉滿之後 你有隨身有劍器 你只要別人 要打你的時候 你就可以反擊 喔這個真的是太好用了 好 然後再來是刀法 那野外刀的話 我可以說 我除了太虛刀以外 其他超級不熟 其他超級不熟 所以這個是大佬們的一個建議這樣子 那太虛刀的話 個人 大佬們比較推薦的話 是精進一先點一點 因為他 最主要是有一個點數就可以 他有一個機率 可以驅散他那個負面狀態 第一次的話是增加32.5% 然後面的話才是累加 最高到100% 所以 加一點的話 他的效益是最高的 那其他點數加哪呢 加第二 因為太虛刀 最主要是傷害要夠啦 打那個神油太虛的時候傷害要夠 所以有增加傷害 這也是不錯的 所以這個點一點 後面全部九點就點這個就可以了 然後再來是破風 破風以前那個夢翔哥很喜歡用 那他一般來說的話也是增加傷害啦 要增加傷害 因為破風一般來說就轉轉轉 把別人轉死就對了 所以 先 精進二先點一點 那因為精進二他只要沒有命中的話 他會返回兩點調息 而且回復這個增允 最多30點 所以你只要點一點的時候 他就有這個效果 然後再來的話 把九點全部點在這個破四就可以了 好 然後再來是那個福西 福西的話 看起來這個有點複雜 然後一個是加傷害 一個是加反彈 那一般來說啦 福西就是那個二拉滿 就是傷害了 福西刀 拼的就是那一下 那個很帥 從天而降的 那個閃電的那一下 打下去之後 你的秒殺就秒殺 所以一般說精進二拉滿 那如果你要拼一些 機率概率的話 他有一些這個 debuff這些效果的話也可以 那你就 這個一半 那這個一半 那第三個反彈就不用點了 這個直接pass掉就可以了 好 然後再來是星陰刀 星陰刀早期的時候也會用 但是目前真的很少用 那大佬我們使用的狀況 一般是那個精進二拉 直接拉滿就可以了 那 那個什麼 祭刀 集刀絕 這個我們從那個薛先生上拔下來 集刀絕 最實用的狀況 就是他可以吸血 他配上三哥 哦那真的是萬人 所以他一般來說就是全部點吸血 這個遊戲的吸血到後期越來越實用 因為你的機體越強的話 你只要吸血啊 基本上利於不敗之地 都可以吸的回來 所以集刀絕就是把1點滿就對了 OK 然後再來是野外拳 野外拳的話 烈羊掌 烈羊掌一般來說 呃 不太拼那個 就是傷害啦 所以一般來說有些人是拼觸發機率 耗日當空啊 可以用炸的 炸下去之後其實傷害還蠻高的 那如果你要拼運氣的話就是3拉滿 那如果你是烈羊掌當 主力輸出 你需要他的傷害比較高的話 那你就把那個1拉滿 看個人 你喜歡賭的就點這個 然後你還是傷害就點這個 我個人是應該是喜歡點機率 因為他那個耗日當空有時候 看5到有的烈羊掌 2段出不來 那個傷害可能會有點低 好 然後再來是五毒掌 五毒掌的話一般是點 呃 傷害是不用看啦 五毒掌傷害本來就不高了 一般來說是點金晶2跟金晶3 看來是要55開 或者是82開 啊 這都是可以的 那再來是玄影掌 玄影掌的話也不用講了 玄影掌的話一般來說就是吸血嘛 他那個可以有二段啊 菇那個 菇山絕海 那一般來說他這個啊 有加攻擊有加聚氣 這個的話一般來說是把3拉滿就可以了 然後再來是密宗大手印啊 配合我們的那個龍象 一般來說會蠻強大的 那密宗大手印的話他們是推薦1啦 就是那個 他有機率獲得石龍石像這個效果啊 第一次加25%啊 之後加滿 最高可以到70% 簡單說啊 他就是可以一直使用這個石龍石像的效果 那所以 金晶1拉滿應該是還不錯 那再來是罪犬 那罪犬的話他的點法啊 金晶3先點一點 因為你有點一點的話呢 他就有這個機率可以加挑起 那一開始加的是最多的嘛 金晶3點一點之後呢啊 罪犬一般來說都是小李子在用的啊 他就是在前面撐 他傷害不看 他最主要是靠回血 你只要是在前面撐越久啊 給別人加 越多的罪 他就會減攻減那個命中 所以一般來說是點那個 把所有點數啊 全部點到哪裡去回復氣血 這個給那個李晨哥最實用啊 這個真的超實用 所以就是金晶3點一點啊 金晶1窮不點滿 然後再來是大笨雷手 大笨雷手一定是看傷害啦 每一段打傷害越高的話 一定是一定是越好的 所以這個是金晶3拉滿 增強 每一段的那個奔雷啊 增強那個內進傷害 好 然後再來是無瑕棍 那無瑕棍的話 玩法就比較多一點 因為如果你是純坦的話啊 純坦的話記得啊 金晶2直接拉滿 因為如果像是老生 就是純防御型的話啊 就是在前面撐很久的話 一般來說就是加防御狀態 然後你還可以增強你的那個治癒效果 那如果你是像我一樣啊 就是你的傷哥 就是你的無瑕棍是給傷哥用的話 那建議的話就是 可以以傷害為主啦 就是811 至少這邊都點一點啊 至少他都有這個機率 那如果你是 像比如說我傷哥要半坦半輸出的話 我可能會點 算是415這樣子 至少可以撐久一點 然後又有傷害這樣子 都是ok的 因為無瑕棍的玩法真的比較多一點 好 然後再來是零雙槍 零雙槍的話 最主要啊 一樣 這個金晶2點一點 有這種機率的 都點一點就可以了 點一點的話 就拚這個 一開始這個機率 那零雙槍的話 最主要啊 他是傷害要增加 他抽下去很痛 這才是他吃飯的那個傢伙 這個命中雙喊 這個沒什麼太大用處 所以一般來說 就是直接人施展的時候 就有傷害 這個是最好的 所以就是點一點啊 金晶2 然後金晶1就把他點滿就可以了 然後再來那個彈膜槍啊 那個飛高高的那個彈膜槍 彈膜槍的話 就是金晶2跟金晶3啊 互點就可以了 那看你個人的一個需求 要55開 或是82開 都是可以的 好 然後再來是內弓 那內弓來快速看一下 內弓 基本啊 沒什麼意外的話 一般來說啊 全部都是拉血條 就是拉氣血上線 除非有更好的一個選擇 要不然 呃 你血越多 撐越久 至少在檯面上有活的下去才有輸出了 所以一般來說內弓的話 基本啊 都是把那個金晶1拉滿 就是把氣血拉滿 這個是比較實用的部分 那 除非你是要輸出 像龍象的話就比較特別一點 因為龍象一般來說有些人配狂龍 或者是那個龍象11劍 就是配輸出的話 因為 有些人喜歡先手暈一回合 然後包含那個 先攻 所以如果你龍象 如果你是坦的話 你就是 氣血拉滿 那如果你是 像比如說狂龍 或是那個龍象11劍的話 你就把這個內盡拉滿就可以 好 然後再來是離火爵 啊 就不用說了 啊 那個 氣血直接拉滿 那 天衣神功的話 看個人 有些人拉氣血可以 那 我個人是喜歡加這個免傷 這個免傷使用 啊 金晶3 然後再來是 畢波 畢波的話 一樣 就是 那個 金晶2點1點 啊 他就有這個機率 可以回復氣血 一開始就22% 這個很不錯 後面點的都白點 啊 這個2%真的太少了 那 那其他部分的話就全部點1啊 一樣 加氣血就可以了 然後再來是那個 泰玄增金 泰玄增金的話 一般來說一樣 也是氣血拉滿 或者是你要拉 那個 內盡都是OK的 好 然後再來 奇緣弓 一樣 就是那個 金晶1 拉滿 那 記得 金晶2的話 點1點 因為他可以恢復那個 那個增緣 啊 這個 恢復那個氣血 那最高是5 所以你只要有的話就可以了 所以 金晶2點1點啊 然後其他點這個氣血上限 長生爵一樣 金晶1 金晶3 啊 這個看你比例 你要55開 或是82開 64開 都是OK的 簡單說就是你回春啦 看你要額外多多少啦 剩下的就是加氣血 好 然後再來是雪魔金 雪魔金就比較特別一點 一個是加氣血 一個是加 免傷看個人 我個人覺得如果你的角色 像譬如說有三哥 他可能免傷比較不夠 他可能有撐那個攻擊的話 你就弄免傷 那如果你免傷已經撐得差不多的話 那你就撐血量就可以了 好 然後再來是萬象 萬象的話一樣也是 金晶2啊 授集的時候會迴旋 這個也是點一點 然後剩下的部分就是 全部點那個氣血的部分 那青蛾弓就是全部點氣血啦 那再來是琉璃體啊 這個一樣氣血拉滿 天餐神功一樣氣血拉滿 然後 蒼浪絕一樣氣血拉滿 這個都差不多啦 OK 然後 青蛾弓的部分的話 一般有速度 有免傷 有各式各樣的東西 這每個不太一樣 那像青蛾白轉的話 一般是加速度 一般速度招架跟解暈 速度一定是最好的 目前 很多人要搶一手 先控 或者是先放招 所以 青蛾弓一般來說 沒什麼意外的話 跟剛剛內弓一樣 內弓加血 沒事就加血 然後青蛾弓就加速度 那 碎星布的話 他比較實用的話是在 氣血地獄三成的時候 會增加閃避跟免傷 這個在你 平常拼殘局的時候還不錯 所以 碎星布的話 你可以點3 可以點3 那 雲龍 三者應該不會有人在用 一般是點 那個 免傷 那 那個 林波維布 林波維布 特別講一下 每個人都會有 這個的話 一定要點1 因為 開林波維布 你速度比別慢的話 被 太乙拳暈 就什麼都沒 搞錯都沒了 所以 林波維布的話 建議是把 那個 E拉滿 那 再來是 幽形布 幽形布的話 一般來說是 精進2 因為 命中 沒什麼用 降命中 更沒什麼用 還不如加連擊率 那幽形布一般會用的話 一般就是 西子必波 幽形布 因為 一般西子劍就是需要連擊率 所以這個如果你有的話 如果你 不是拘魂格的話 至少你可能兵器 的那個秘笈沒有的話 至少你還可以靠那個 幽形布來加連擊 這個也還不錯 那 升空型就不用說了啦 這個 看個人 如果你是像 我們一樣三哥 有那個 無夾棍反擊的話 就點反擊 那如果你是後排輸出的話 就點升法 1不用點 命中跟閃避 在這個遊戲裡面 形同虛射 好 然後再來是 天原弱 天原弱的話 如果你是 比較偏向要搶一速的話 就是 速度 那如果你是要 就是大家 增加buff的話 就是選3這樣子 好 然後再來是 天魔5 天魔5一樣 就是加速度 因為你要先 魅惑人家嘛 加速度 那 追魂部的話 一般是 有加攻擊啦 還不錯 命中閃避 這個太廢了 那 八部感纏 我到現在還真沒看過 有的用 八部感纏 看個人 你需要反擊的話 就點3 那 如果你沒有的話 招架閃避自己選一個 一般來說 閃避機率很低 那招架會好一點 好 大概是這樣 這個是我們今天 所有野外 內光包含清攻的部分 內光清攻比較簡單 有 免傷 點免傷 那 那個 沒免傷 就點那個氣血 就是內攻 那 清攻的話 就是有速度點速度 那 有其他的特殊需求的話 再點 那一般來說就是 都是搶一速比較多 除非有一些增加連擊率啦 增加一些巴斧效果啦 增 然後還有一些增加這些免傷啦 這些東西可以先點之外 其他來說都是以速度為主啦 以速度為主 好 好就這樣 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那 那個 懶人包在這邊 這個 如果有需要的話 我也可以把它弄在說明欄 看看大家有沒有什麼需要 我只是把它弄在這邊啦 那個 全部把它記下來 比較 方便自己查一下 那 未來如果有改版或幹嘛的話 有重新點的話 再跟大家分享 好 那 下一次的話就改成 主角的武學 主角的武學 門派 內攻 清攻 然後包含 勢力的一些東西 其實還蠻多的 那個 門派的一些 武學 內攻 輕攻來說的話 其實還蠻多的 你看每個門派都有啊 所以 下次的話再講一下 這個門派的部分 這個東西也有點多 好 就這樣 給大家做一個參考啊 如果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分享一下 跟大家做一個交流 這樣子 OK 喜歡的話 歡迎支持一下 我是懸牢 感謝收看 下次留言再見